但是我們現在台海情勢 兩岸的關係這麼緊繃的時候 我們真的台灣的藝人 非常傷台灣網友的心 最近這個藝人兩度惹毛台灣網友 他最新的一次的說法 竟然叫中國好好教訓台灣 說打台灣兩巴掌 台灣就知道厲害了 好 我們先來聽一下 他倒講話 這個多麼吃力爬玩 我根本不在乎 你那健保又不是你恩賜給我的 你說我要檢調 我憑什麼你叫我檢調我就檢調 我要講一句我們管小孩的方法 小孩講道理就可以聽一聽 小孩不講理 有的時候真的是打兩巴掌 他才知道厲害 期盼兩岸統一的那一天 問一下年黃 真的讓人超怒的耶 什麼打台灣兩巴掌 台灣就會知道厲害了 而且加減健保卡居然還不解 還想貪我們的健保 你的年代也許管小孩會用體罰 但很抱歉 現在父母不體罰了 就算就算要體罰也是罰戰 現在沒有人會打小孩兩巴掌 太扯了 你現在打小孩兩巴掌 林薰馬上會打113家暴專線 警察很快就來了 沒有人在打小孩兩巴掌 所以這個是 以前的事 拜託你不要拿來類比 方方這種人 其實我跟你講 他到最後下場 我已經可以預料了 他在台灣 其實他在台灣早就沒有市場了 他在中國也不會有市場 他到最後下場就是 會被台灣跟中國人都看不起 因為這個在中國人來講 這個叫做假中國人 為什麼我叫他假中國人 你那麼愛中國 你去入籍嗎 你去當中國人嗎 你又不要 他秀出來那個叫身份證 內行人才會看出來 那個不是 那個是台灣人民的居留證 那不是身份證 所以你不是中國人 你是假中國人 你覺得中國的小粉紅們 會很喜歡你這個假中國人嗎 現在只是因為你有利用價值嗎 讓你上上電視嗎 說實在 你在中國請問你還有什麼市場 唱歌演戲 我跟你講台灣過去發展的藝人很多 條件比你好的很多 所以你大概就這段時間過了就沒有了 所以你今天沒有錯 健保不是任何政府的恩賜 但是請你別忘了 健保是我們全體的人 只要有工作 有繳健保費的人 大家共同出的錢 對 所以如果你那麼討厭台灣 你覺得要統一 那請你不要使用健保 真的 今天我覺得陳時中部長回得很好 不用撿健保卡 不要回來看病就好了 真的 聽說謊安最近又要回來看病 又要回來看病了 要過年了嘛 就是台灣真的 我覺得台灣人就是很寬容 我們台灣的習慣是 我們對於去中國的發展的藝人也好 或是台商也好 基本上我們都尊重你要賺錢嘛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我覺得台灣人有個底線 就你要在那邊賺錢 OK沒有問題 但請你不要回過頭來傷害台灣 當作你賺錢的工具 這是基本的後道好嗎 這一條底線 台灣人是無法接受 所以你看 黃安每次回國為什麼要搞得像小偷一樣 他見不得人 真的 他不敢公開露面 我不是說台灣人真的會對他怎麼樣 但是因為他自己知道 他在台灣很不受歡迎 他會被人吹吹吹吹 對啊 試試看拿到大街上來走一走 對啊 他不敢公開露面 我相信方方我不曉得會不會回來 他要回來也隨便他 他回來 他也不敢公開露面 因為其實大家會討厭這樣的人 那其實最近讓大家很生氣 除了方方之外 還有這兩位 我稱他們叫一群雜碎 要告就來告 沒在怕你 蕭敬騰唱兩岸是一家人 這一首歌呢 作詞的叫方文山 方文山很有名 他幫周杰倫寫了很多詞 那他的詞說實在寫得蠻優美的 但是你在他的歌詞怎麼樣 他說海峽兩岸從來是一家 祖母有你我的名字 祖母有你我的名字 家鄉話讓遊子想起家 想回去團圓啊 請問你的家鄉話是哪一國話 對 你以為你會講兩句北京話 就叫家鄉話 中國有多少種語言你知道嗎 那請問是誰的家鄉 好 結果呢網友當然就炸鍋 結果方文山怎麼回答 他說創作是為了和緩兩岸緊繃的趨勢 寫詞純粹為了公益 並沒有收錢 歌詞故事的主軸 是為返鄉的親情服務 兩岸與家人是必然的關鍵字 他說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對網友批評指教 不會刪除或封鎖 只是因此感到沮喪難過 其實我也很沮喪難過 因為方文山完全不知道 他踩到台灣人哪一個地雷 他踩到地雷叫什麼 第一個公益 對 台灣難道不需要公益嗎 對啊 台灣需要公益啊 那你為什麼不在台灣做公益 還有 什麼叫緩和兩岸緊繃的趨勢 請問 兩岸趨勢緊繃是台灣的錯嗎 真的 今天沒事飛機飛來飛去 是台灣的飛機嗎 你都不敢講中國一句 你都不敢罵一句中國 最讓網友受不了是 他說沒收錢 你收錢就算了 你沒收錢我更生氣 沒收錢你都舔成這樣子 那給你錢還得了 你是不是連自己主通八代都可以賣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藝人 基本上我覺得台灣過去這段時間來 這麼多年來 我們大概累積一個共同的經驗值 就藝人到中國去發展 OK 但是如果你為了你在中國的前途 為了你個人的利益 你回過頭來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 通常這樣的藝人不會有好下場 就他可能兩邊到最後 因為對中國來講 中國的每 每天等著要到第一線 可以擠上春晚那個 那個舞台的藝人有幾千萬人啊 你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功嗎 那你覺得這些人 不會把你們當作眼中釘肉中刺 想預除之而後快 因為有你們擋在前面 他們就上不了臺 看看張婷跟林瑞陽啊 當時這多舔共啊 對啊現在你看 叫你掛你就掛嘛對不對 這個羅志祥不是也回台灣來嗎 他當時也是在中國啊 對啊搞到最後 他我記得有一年的春晚 他騎馬的畫面是那個馬看得出來 那一匹馬很漂亮 但是不知道誰在騎馬 因為臉被打馬賽克還真騎馬 所以你看中國就是這樣對待台灣的藝人嘛 然後這些人也知道有事就逃回台灣來 為什麼知道台灣安全台灣好啊 他知道台灣是他的家嘛 可是問題是你會這樣子回過頭去 傷害你的家人嗎 就像我們在台灣 有很多人可能離家工作 他在外地工作 當他受到傷害的時候 他心裡沮喪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想什麼 我要回家 可是你不會在外面傷害你的家人 你不會去罵你的父母親 說那以前對我還差 不會嘛 但是這些人做的事情 你覺得你們回來台灣之後 台灣人還會給你家的感覺嗎 我跟你講台灣人雖然很寬厚 但台灣人絕對不濫情也不是笨蛋